新發地市場周邊的屋苑 自星期二起根據評估的情況逐步解封 馬路關卡解除管控 居民憑新派發的出入證就可以自由進出屋苑 又已經運了15天的居民感嘆 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不過不是個個都可以受惠 北京疫情自上個月中反彈以來 一度有58個街區都被列為中高風險 但隨著確診的數字回落 至今有18個街區都已經降低風險級別 不過根據官方公佈的情況 有病例在確診之前 做過兩次核酸和抗體檢測都呈陰性 引起大眾憂慮 在肺部 那麼我們現在的采樣的話呢 通常在鼻咽或者這個淹部 那麼病毒在肺部的話呢 它病變產生的分泌物 把這個肺部的這個氣道堵塞以後的話呢 這個在淹部的病毒量很少 這時候呢就不一定能采到 采樣的時候呢可能采的不到位 這個采樣質量不高 就是有一些病毒呀 沒有采倒 那麼第三種情況 也就是說呢 因為病人的這個感染病毒以後 它的病程在變化 那麼這樣一個變化呢 和我們采樣的時期 這些呢都會影響這個采樣的質量 它強調專家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受感染 並不是完全依賴實驗室檢測 還會加上流行病學史和臨床症狀一起考慮 重複採集樣本檢測去確保結果準確 有線電視記者廖迪沙報導 到